%. 课题 是VT也是这次的这个RAW 好销的最带人GT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这次的这些 牙声器的概念 最主要是一開始我戴兩年前的牙套 開始對牙聲器的素材非常有這個心得 後來跟我們這次的同事設計師也是非常志勤的劇場 當設計師御勝一起合作去年的一個演出 或者奧學演出 我們那時候有做了三位的舞特 我都用下聲器來做一個概念的發想 後來御勝跟我談論就說 這個東西好像可以做你一臉穿一個系列的作品 因此我們就開始去想像 那在想像當中慢慢的越來越距向 就找了我們的攝影師、影像攝影師、化驚師 然後還有御勝就一起來做這樣的一個創作 那希望說找出三十個非常有特色的人 那依照他們的個性或是我自己對他們的想像 然後設計出適合的這個牙聲器跟妝感 這次《拋銷者》很幸運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創作的作品變成一個實體的展覽 而且每一張照片都做這麼大張 那大家可以來近距離地觀賞這些作品的細節 因為你在網路上看作品跟你在實體看到這些大照片 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而且大家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The Photo的燈光跟Nikon的相機結合出來的作品 非常的震撼 所以大家一定要到現場來看 那我想告訴大家就是照片大張就是爽 很開心能夠這次參加就是跟這麼厲害的 一起舉辦這個展覽 這是我以前都沒有想到過的 那也很開心這次有找了我其他兩個夥伴 就是醫生跟童一起執行 就是影像的部分啊 展覽很有趣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看 那我覺得呢這次的活動我算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展覽活動 那我認識了很多很厲害的創作者 那我覺得我從忠實學到的每個人 他們在自己的領域還有興趣當中 發揮了他們自己所想要的 以及他們所期待的 我希望大家來這邊就是可以跟我一樣 就是放下你平常自己的工作 然後可以把自己的心思放在這邊 然後跟這個空間融為一體 嗨大家好是髮型師Sandia 然後這一次的話是PT找我一起來 協助跑笑的展覽 在沒有投試的情況下 我都是保留模特兒原本的樣貌去設計髮型 在這個作品的創作上 可以認識到很多新的朋友 我覺得收穫很多 專業的創作領域呢 其實我是劇場服裝設計師 那劇場服裝設計師其實他就是整體造型師 因為舉凡演員舞者他穿戴的一切 從頭到腳有可能包含頭飾啊 配件啊鞋子 都是劇場服裝設計師必須要經手創作的部分 那這一次的作品其實是 是我的整個從業生涯的一個精華的濃縮 那這只是取材自我的頭飾的部分 演員的頭的部分就直接在這裡給大家看 狂騷大道成國技術界 他的精華組織跟我們的 豪小肉十人相反雙關的部分 我們在這裡給大家看